河下淋巴结肿大是有意义的 它属于颈部淋巴结的一组 河下和嗨下 这属于颈部淋巴结的一组 那么通常常见的 河下淋巴结肿大的话呢 原因呢分为三种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炎性的 是由于周围的一些临近器官 出现的感染 或者是单独的这个淋巴结的一个感染 然后出现呢 引发的河下淋巴结的一个体积的增大 有的病人呢 还伴有一个急性的一个炎症的反应 抗炎治疗以后的话呢 它的那个淋巴结是会消退的 第二个常见的 河下淋巴结的肿大的原因 是由于结核 是感染结核菌以后 出现了河下的淋巴结的肿大 那么这类的淋巴结肿大的质地的话 通常就比较硬了 然后有的肿大淋巴结和其他的淋巴结融合到一起 然后发生液化 坏死 同时有的还出现成龙 然后有的还会出现就是穿破皮肤 形成漏道 漏管 然后这样的病例也不少见 再有呢就是属于这个血液系统的了 比如说淋巴流 它和其他组的肿大淋巴结的话呢 这个一起呢构成了这个 它疾病的这个所寝静的一个区域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认为这个和夏淋巴结肿大是有意义的 也要认真对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